4月2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45年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 给了我们不少重要启示 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 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 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 应该言必信行必果 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我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条大原则 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 也是走向未来的指引 习近平强调 三周前我同拜登总统通了电话 谈了对今年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考虑 提出了双方应该以和为贵 以稳为重 以信为本 我还强调过 得其大者可以坚其小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怎么应对这个变局 这是个时代之问 世界之问 我给出的答案 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旗帜 也受到世界许多国家欢迎 地球就这么大 人类面临这么多共同挑战 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 我看现在需要同球共济 人类社会修期相关 俘获相依 各国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大家应该为实现共赢 多赢 凝聚最大共识 这是中国看待世界和中美关系的 基本出发点 我始终认为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 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 中美两国应该为此做出表率 为世界和平承担责任 为各国发展创造机会 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为世界团结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 我同拜登总统旧金山会晤时 提出了共同树立正确认知 共同有效管控分歧 共同推进互利合作 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共同促进人文交流 五根支柱 这是中美关系这座大厦 应该有的四梁八柱 大的原则定了 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中方愿意合作 但合作应该是双向的 我们不怕竞争 但竞争应该是共同进步 而不是零和博弈 中方坚持不结盟 美方也不要搞小圈子 双方都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和伙伴 不要针对对方 不要反对对方 不要损害对方 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 繁荣发展的美国 希望美方也能积极正面 看待中国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国有句话 不日进则日退 中美关系也是这样 中美关系齐稳的势头来之不易 希望双方团队继续努力 积极落实 我同拜登总统达成的旧金山愿景 使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 好起来向前走 布林肯首先转达拜登总统 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表示拜登总统同习近平主席 旧金山会晤以来 双方在两国交往 禁毒 人工智能 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 取得积极进展 当今世界面临很多复杂挑战 都需要美中两国合作应对 访华期间 我接触到的美国各界在华人士 也都希望看到美中关系改善 美方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 不寻求通过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同中方保持沟通 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旧金山共识 寻求更多合作 避免误解误判 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推动美中关系实现稳定发展 习近平请布林肯 转答对拜登总统的问候 王毅参加会见 本羡慎 P fringe 公顶 科学者 本羽 医院 和